三个小孩教孔子做人,孔圣人不耻下问,人生有牙而知无牙。 众所周知,论语,数而终,记载了孔子说过的一句话, 三人行,必有我施焉,则其善者而从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。 简单来说,就是一起同行的人,总有一个人可以当我的师父, 选择他好的地方去学习,看见他不好的地方则思考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问题,从而更改。 其实,这句话来自孔子与两个小孩交谈,自愧不如之后的感慨。 圣人也并非全知全能,真理也并非一成不变,遇到不懂的和无法解决的问题。 念子和学习哪一个更重要,孔子选择不耻下问,你呢? 从春秋末期开始,中华文化就一直深受儒家学派的影响,而能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。 孔子的知识,思想的高度一定不是常人所能比拟的, 可是在《春秋后语》中,却有这样一句话,甘罗约, 《夫相托七岁》为孔子师,简单来讲,就是孔子曾拜了一个师父相托, 并且对方还只有七岁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故事开始之前,我们首先梳理一下孔子的生平。 孔子出生于一个名门贵族。 七先祖更是商朝的开国君主商汤, 不过孔子小时候的生活并没有很好,相反非常的清贫。 孔子在十五岁时就置于做学问, 二十岁时想走仕途,为此不断地了解天下大事, 了解治理国家的方法,有时也会对此发表自己的想法。 在二十七岁时,孔子开办自己的学堂招收弟子, 一直到三十岁时才小有名气,许多的人都拜其为师。 到了四十岁时,孔子认为自己对人生的各种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, 也将他称之为四世不惑。 但是当时的鲁国济世家臣养虎善权日宠。 孔子不愿出世便潜心修书, 众多弟子跟着孔子走遍鲁国, 跟随他学习,彼时的孔子名气声望渐重, 鲁国重用孔子,孔子上任, 七日而诸绍正卯,普世三日,鲁国大致, 孔子在鲁国的权力中心纵横多年, 但与三环公卿的矛盾日重, 终于,孔子五十五岁的时候不得已离开鲁国, 到外国寻找出路,由此开启了他周游列国的旅程, 拜七岁的项鲁位施政事发生在孔子游历到举国的时候。 以孔子此时的地位来讲, 他去了任何一个国家, 纳都得是最高的代课礼仪。 而这一次孔子乘坐马车行走在路上时, 却发现前方有一群小孩在玩耍, 当马车接近的时候, 其他的孩子都跑开了, 只有一个小孩没有离开, 子路见到这样的情形, 便停下车训斥对方, 可是对方没有任何的响应, 孔子便询问对方这是什么意思, 为什么不躲开, 要挡着路呢? 挡路的小孩正是项鲁, 他看到孔子一行人出言不逊, 又声势浩荡地, 于是心声不爽, 便故意说道, 城池在这里, 你的马车怎么过去? 孔子十分疑惑地说道, 哪里有城池, 向鲁回答道就, 在我的脚底下。 项鲁的回答不卑不亢, 气势非凡, 于是孔子便下车观察, 发现是对方用石子所搭建的城池, 便笑道, 你这城池有什么用呢? 项鲁说道, 抵御马车, 还说, 自古以来都是马车绕着城池走, 没有听说过城池绕开马车走, 孔子被对方的话语噎住, 无奈之下只好绕道离开, 但是师父吃扁了, 弟子可看不下去, 于是子路看见附近厨地的农夫, 询问对方, 你知道你每天忙忙碌碌的厨地, 你的锄头每天会抬起来几次吗? 面对如此刁钻的问题, 农夫自然是无法回答上来。 正当己人又重新找回厂子的时候, 项鲁说道, 我父亲每天都在这里除地, 自然知道手中之物每天会抬起来几下, 倒是先生你每天乘坐马车, 一定知道马蹄每天会抬起来几下吧。 这句话再次掖住了孔子一行人, 孔子见这个孩子如此聪慧, 便有了收徒之心, 对他说道, 你我哥问对方一个问题, 谁回答不上来, 便认对方为师如何, 在双方同意之后, 孔子询问道, 天上有多少的星星, 地上有多少的五谷, 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, 可是项鲁却用巧妙的话语回答了, 天高不可丈量。 地广不能尺度, 一天一夜星辰, 一年一茶五谷, 这个回答非常的巧妙。 随后项鲁问道, 人的身体比地小, 我们的眉毛比天低, 眉毛生在在眼睛的上方, 每天都可以看见,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, 那么先生你知道你的眉毛有多少根吗? 孔子一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, 认为自己已经输了, 于是履行诺言, 拜对方为师便, 询问对方如何拜师, 言而有限, 不耻下问, 孔子的一言, 一行无不符合君子之道, 他在世时就被尊奉为天宗之圣, 天之目夺, 更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, 至圣, 至圣先师, 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, 万事师表。 想必孔子获得如此高的成就, 离不开这种知情合一, 不耻下问的学问态度, 一般情况下, 长辈, 老人都以为自己的经验, 能力, 或者学识都比年轻人好, 所以不会去向年轻人请教问题, 因此他们往往被时代抛弃, 一辈子都活在自己那个狭隘的世界里, 不仅如此, 有些狭隘的人还要以自己的狭隘, 去斐驳那些有博大学识的人, 认为他们什么都不懂, 宋朝教育家张在针对这个问题, 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, 人都以老成则不肯下问, 故终身不知, 人一旦自诩权威, 故不自封, 就难以有长足的进步了, 还有一次, 孔子出行, 遇到两个小孩坐在池塘边争执着什么, 于是他就凑了过去, 一个小孩指着太阳说, 你看, 你看, 早晨踏向车轮, 中午就像个盘鱼, 这不是早晨离我们近, 中午离我们远吗, 一个说, 如果太阳离我们近, 那么一定感觉很热, 可是早晨太阳看上去虽大, 但感觉凉凉的, 但到了中午却像个火盆似的, 烤得人难受, 这不是中午离我们近吗, 二人相持不下, 见到孔子便让他平叛一下, 孔子哼哼唧唧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, 这是, 一群鹅在池塘中哇哇叫着细水, 一个小孩就问孔子, 鹅的叫声为什么这样大, 孔子说, 因为他的脖子长, 这小孩说, 蛤蟆, 袜子脖子很短, 叫声也不小, 孔子无言以对, 这个小孩就说, 人们都说你上知天文, 下知地理, 中知人伦刚常, 是无所不知的圣人, 怎么原来你连这些事情也讲不清楚呢, 孔子羞愧难当, 赶紧俯下身子对他说, 后生可畏啊, 我当拜你为师, 事后, 他经常对弟子们说起此事, 并感叹说, 三人行, 必有我师, 所以要不耻下问, 意思是, 三个人中, 一定有一个人可以当自己的老师, 所以, 做人要保持谦虚谨慎, 好学求知, 有不耻下问的精神, 孔子不耻下问, 不在乎自己的面子, 在乎的是君子之言, 文化, 思想, 在这里, 大圣人孔子虚心向小孩请教, 不仅说明他的虚心, 更说明了小孩子的聪明之处, 是很多大人所不能及的, 这与老子所说的婴儿因为柔软, 所以坚强, 因为精气充足, 所以好哭不觉得泪, 不伤神气是同样的道理, 老子以此说明, 小孩子正因为不失根本符合道, 所以他更聪明, 所以说他赤子是含有大道的厚德, 孔子正是看到了小孩子的这些天真可爱背后的聪明, 孟子说, 大人者, 不失其赤子之心这天, 孔子就是这样一个能欣赏赤子, 自己也不失赤子之心的人, 所以最终他能成其大, 成为百代所适的大圣人, 赤子往往天真无邪, 经济元气之充盈, 好奇心活力无限, 精进不止, 发展迅速, 快乐无边, 那些成就非凡的人, 往往有一颗赤子之心, 他们心怀博大无私, 心底成名纯真, 做人做事, 纯粹专一, 不为纷繁的事是人事所扰, 保持内心如婴儿般的纯正, 因为有所不为, 所以他们往往有所为, 做成了平凡人所不能为的大事, 纠结该不该不耻下问, 抹不下面子的必然是失去了赤子之心的人, 勤学好问, 潜虚好学是一个人, 增长见识, 提高才干, 成就事业, 实现目标的必有之路, 但是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却不是太多, 许多人都自动放弃了, 工作生活中, 有些人别说像比自己低位低, 学问小的人请教了, 就是那些各方面比自己优越强很多的人, 他们也不屑于向人家学习, 这样的人大多有这样的特点, 自以为是固执己见, 不愿接受他人的正确意见, 他们往往还有点望子尊大, 好为人师, 不耻下问做不到, 不耻上问他们也做不到, 我们该明白一个道理, 要想活得轻松快乐, 就该时常净化内心, 回归到赤子的纯粹纯朴之状态, 然后重新开始, 从而获得突破性的发展, 而无论是不耻下问, 还是不耻上问, 问是为了知, 问谁不重要, 重要的是通过问, 让自己知道, 明白, 做好当下的事, 看清前行的路, 最后, 中国优秀文化浩如烟海, 名人名士层出不穷,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, 不妨了解一下, 这套南怀锦先生讲中国智能系列, 这套术以轻松诙谐的口吻, 把传统文化中充满智慧和趣味的一面, 向我们娓娓到来, 阅读此书, 不仅增加国学素养, 更能增添人生智慧, 关注订阅我的频道, 带你了解更多国学经典, 增长智慧。